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届政府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搁置到下一代等等 这些我都同意 但他最后这个结论就是说这几位壮士也好什么也好 他们说他们目前做的事情是损害了中日什么邦交四十年庆祝的这个大局 因此害国行为 我坚决不同意他这个观点 这是我自己我讲这个话题 我要讲的完了 你不同意不同意就完了吧 当然当然 而且另外一个我非常注意的一个信息就是马英九 刚刚发表一个讲话 他说现在是解决钓鱼台 他们台湾叫钓鱼 现在是解决钓鱼台问题的时候了 行啊台湾军队也挺厉害的 他倒没说军队 他说是用和平方式 他好像有一套想法 我不知道这个马英九 我的本家 你的本家有什么什么主意 小马哥 不是先谈马英九以前说回这个韩晓卿 我觉得他文章其实其中有一句 最让大家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他说这些登岛的人啊 不管他们动机如何 你知道吗 这句话其实蛮毒的 他不是说先肯定了你的动机 你的动机是很好的 可是因为什么什么理由 结果可能爱国变成害国 那就另外一种讲法 他是说不管你的动机如何 你害国 意思是说你可能本来就想害国的 而且他很好玩 他的结论是说 不是结论 其中一个理据是说 你看现在日本人的经济不好 很多他们的有钱人 都把公司搬到外面去 你现在跟他们闹翻啊 他们公司不来我们中国大陆 怎么搬到越南去了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 那就不好这样子 下面一些跟帖 我就不必重复了 是 我觉得我觉得 但是你 你采访了那个登岛的人啊 对不对 对 我问他刚好嘛 刚好这几天 我问他 那个登岛的人是那个船长啊 他是登岛那条船的船长好 是他开的船 然后他来控制整个大局了 我首先也问他关于马英九的态度 因为我调侃他嘛 我说哎 你的船经过台湾 有没有上去找马英九喝杯咖啡 那也没有找你 马英九早年也保调嘛 他为了保调付出 他专门写过书啊 不仅 他为了保调付出可大了 他曾经跟他太太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搞保调运动 后来停学 休学一年 然后卖房子 卖车什么 来编保调刊物了 他是从南到北这样推动的 那结果我问那洋船长啊 那个开船的 他说那个没有啊 他们被台湾警方少少揉住的时候 因为他们想上去补给嘛 加水加食物 台湾警方是说 哎 等一下我要先请示一下上层 不晓得他们 上风 上风啊 不晓得请示了谁 有可能这种事情啊 至少到他们所谓的行政院长 到马英九那一集 反正就是说 啊不行 上风表示说请你们走 然后没有 没有没有给他们补给 对所以我的 现在听你说马英九这种表态 我个人觉得 嘴巴讲讲而已啦 嘴巴讲讲 那个什么就解决问题 你台湾派军队去吗 不是不是 他的大概的意思 我觉得他的大概的是 他说 如果需要 他可以推出他的方案 我觉得他的大概的想法 是把政治主权问题搁置 共同开发 他还是想一个签订一个东海和平公约之类的东西 就是说这个地方属于谁 政治上谁管理 把它搁置 然后大家可以开这个油 我估计哈 这个他没有这样说 但是他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说他说 因为现在其实各方的 日本的态度是寸土不让 中国也不让 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事情 有任何可以开解的局面 所以像韩晓晴的说法就是说 最好不要碰他 不要提醒他有这个疤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登岛的人 我也说 不管他们动机如何 他们的行为是爱国行为 因为他提醒我们中国人有一块地方 现在被日本人控制着 这个怎么能说是一个错的事情呢 可是这几个问题是说 大家都不让 也是早要知道的事情 现在是日本人不仅不让 还要进一步来做事情 我这两天看新闻 就是我都觉得 我要是他们两国首脑 我不知道他们两国首脑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办这个事 中国应该有一个代理出来说 他是谁的 对 我们卖钓鱼岛上的土地 我们中国人民可以认买 你明白没有 这既然是我们有史以来 历史上是我们的土地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土地 中国人民来买 你忘了我们的国本了 我们的土地是国有的 我们的土地 你让买 不不不不 70年使用权 你买个使用权 整个这个事情的根子 其实不在日本也不在中国 都在美国 你知道这个岛的争端的 全部的汽油吧 全部的汽油 他以前是跟着琉球 跟着台湾 对不对 这个关键是在开罗合约 跟波斯坦公告的时候 都是说回给中国的 这个开始 甚至斯大林提出来 说琉球也是应该 割出日本给中国 转变就是在旧金山合约 而旧金山合约的时候 是日本跟美国签的这个合约 他开始把这个态度转变 然后呢 实际上他就是说 不还给中国了 就交给 然后实际上在美军的控制下 美军到了70年代开始 他提出要把琉球跟 那个钓鱼岛一起给日本 他说他站着靶场吧 当初恰恰就是因为 海外的保钓运动 使得美国的态度软下来 就这个所以保钓在海外 是海外的左派 在过去半个一个世纪里边 最兴旺的一次 由于海外这么强烈的保钓 使得美国 美国开始说 琉球跟钓鱼岛一起给日本 因为海外包括华人 包括台湾的反对 美国最后是什么态度呢 就是说 行政权 钓鱼岛的行政权 给日本 主权 我不表态 由你们自己协商解决 但是你想想 其实这个坏透坏透了 这跟英国人当初临走的时候 把印度分成印度跟巴基斯坦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你看 其实而且他就骗人 他说不表态 可是他前几天在国务院 发言人说 用的词是说 间隔群岛 他用了日本人 对钓鱼岛所用的字 然后而且他说是属于 美裕所谓的安保条约 里面的范围 那清楚了吗 他表态了吗 你用他们的名字 然后来保护他 你还说不表态 你骗谁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才跟那个船长 他是不是美国 你看对待这个的态度 就跟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弄的这个 这个差不多 如出一辙呀 就都是给你弄成一个不干不尬的局面 对 是吧 让你们都 所以我跟那个船长说 我跟他开玩笑 他们几个人上钓鱼台嘛 擦旗嘛 把国旗擦进去 我说你们应该啊 大一面美国旗也擦进去 把它卷进来 让他们闹起来 我那天就想啊 我说这个国与国之间 应该探索以后的这斗争的新方式 对吧 反正咱们谁都不能扔原子弹 这是说好的 对吧 然后呢常规战争尽量也不要打 但是那怎么决胜负呢 现在有点像肉搏 对不对 你还是往上冲 对吧 那将来可以 可不可以举办一些 民间的这种搏击比赛 前击大赛 摔跤大赛 是吧 咱们君子之争 一决胜负 奥运不就这样吗 差不多嘛 奥运也有这个意味 就是这是开玩笑 但是我是觉得过去有句话 叫这个官逼民反 但是呢 现在时代不同了 你看现在是好像是 你发现没有 平民意志高涨的一个年代 对吧 全世界的潮流都是这样 为什么在英国街头闹事的 在美国街头闹事的 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国策了 现在不是那种啊 高度这个一个权力压下来的 现在就是有的时候 是民逼官 不一定是反吧 你你到时候我就是说啊 这么弄 你看这些保调运动 他就属于民吧 他属于民 我就说 以前你记得吗 香港牺牲过一个 嗯 牺牲过一个 对 这玩意儿 哎 我那天看日本警察 在在岛上逮我们人的时候 我就有有一个感觉 我说他们不得受过点 什么特殊训练吗 这玩意儿要是一个失守 或者不说别的 哎 就说像徐老师这样 招俩支架的 你那家伙一激动 登基 哎 这个 这个 他们还最后不说我爱国行为 还说我害国 那这怎么可以呢 对不对 就是 梗了 你说这个玩意儿 这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明镜去 K 中文字幕提供 明镜去 明白 明镜去 铭 情 当 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中国编剧与法国导演 传统皮影与国粹精剧 金湖脑伯与西洋乐器 东方和西方 传统与现代 他们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实验精剧 灯关油流轨 大剧院邻居离 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安台 嘉辉刚才去广告的时候说什么呢 我说那个船长 说了一个他如何出海 如何登陆 不得了的方法 不是刚才说的好像夫妻关系问题 我说你的夫妻关系问题 你真的用我讲吗 我觉得你们的比喻打得很好 这是个什么比喻 我说我们刚在骂美国人 就觉得说美国人真糟糕 坏透了 等于是说挑拨 说这个主权心理的 那什么行政权心理的 他说行政权是归日本的 对对对 主权呢 你们再商量 对对对 我不表态 那我就打个比喻说 等于是对两个男人说 那这个女人是你的老婆 可是可以给他摸 睡觉拳在他手上 对对 拥有拳是你的 可是睡觉拳是你的 那就不行了 准确来讲 好像是说 这个女的呢 你可以跟你过性生活 但她到底是谁的老婆呢 我也不管 对对对 所以这是非常坏 那余下来这两个男人 哪个男人能够永远 觉得你胡思丹丹 旁边还加上台湾呢 对不对 好几个呢 台湾小男人呢 好几个呢 其实这个道理啊 倒过来 把性别倒过来一样嘛 等于 等于女人说 你不能说 我拥有我的老公 可以给他在外面乱搞 他不行嘛 一定闹 闹纠纷的嘛 所以归属啊 是很重要的 对 归属 归属 名分 你看 归属 名分 你这就看出来 它的重要性 你宁可 就干脆 承认是中国的 中国租给你 日本人 我同情你 我借给你用 就给他用吧 使用嘛 无所谓 可是收回 马鸣九的主张 就是这个主张 是吗 我拥有它 借给你用 这个小马哥的主张 因为从地理上 它是属于大陆价的 它跟这个琉球啊 隔了两千多公尺的 一个深海沟 而它跟台湾 跟大陆呢 在地理上是接近的 所以如果交 国际海洋法 马鸣九是研究这个的 说国际海洋公约的话 这个是应该是属于中国的 当然历史上的记录也是中国的 说回到船长啊 他告诉我说 有两个阴谋论 一个是说香港特区政府 故意放他们 给他们出海 他说当然不是啊 他们练习了好多次 然后呢 终于呢 这次一出来 香港的水警 就追他们 追不到 他们在那边捞圈 然后呢 突然就找了一个角度 很快就出了公海了 你的意思说香港特区政府 是不让他们去 不让 以前几次都不让的 因为你要去申请呢 他的渔船 什么出海 多少里要申请 以前都不准的 严格来说 他们是非法的 这次他们出来之后 有人说 你看我们新政府嘛 特区新政府 爱国 特别爱国 然后 所以就给他们出去 他说不是的 他们是用他们的策略 马上敞了出公海 香港的警察在后面 没有办法 那出来公海 不追 然后还有一个阴谋论 是说日本人 那个故意 给他们登岛之后 对 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 说 说怎么登得上去呢 以前几次 这个日本的这个冲撞 都很厉害 这是怎么会让他们 登得上去呢 对 说日本人放水 有这个可能性 可是一条船长说 根本也是乱说 他说到的时候 的确是两条 日本军舰过来嘛 拦截他们嘛 他们事前啊 花了好几个月 他说好像 他给我打一个比喻 好像打太极啊 他们念太极拳啊 那个军舰过来的时候 那个海浪动来动去 他们那一条小小的 叫起风二号 要随着那个波浪的方向 飘来飘去 完全你这样撞过来 我不能跟你硬碰嘛 因为对方比我们大 他又跟着那个波浪 散开 把他的波浪的力度 全部化解开 所以他说 然后呢 最后怎么样 他们用了一个策略 把船就直接往岛撞过去 他说呢 日本人没想到 他们这样 日本人以为他们会停在外面 一多少米啊 一千米以外 游泳过去 所以呢 当他们的船 稍微停一下的时候 日本人在旁边 都把那个救生艇 水泡 全部丢进海里面 准备了 等他们一下 对游泳的时候 就去抓他们 结果他们不是 他们等日本人 就少忙搅乱啊 把艇 把什么水泡 救生圈 丢下去的时候 他们的船呢 就冲过去 真的冒险了 很大风险 冲向岸 他们算过 他们事前也在船下面啊 装了一些额外的铁啊 他说装了什么几寸的铁 就这船底直接冲到岛上去 没错 他们就 那就像登陆艇一样了 对 要冲过去 好家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星期啊 我们来给大家关注一些 今天困扰中国人的实际的 很沉重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跟日本的冲突啊 又比如说 香港老百姓 现在对内地游客 或者是新移民的不满呢 甚至还有中国文明 该往何处去的问题 怎么大的问题 我们都用三本书 简单的去碰一下 陕西法门寺开卷八分钟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一句话 一辈子 一声情 一杯酒 卢州老教 特区老酒 调好音准 高低音各就各位 事件是旋律的主体 观察是节奏的跟进 剖析是和声的层次 整合来自全球的声音 环球直播室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这回啊 我觉得就是小民出题目 国家怎么解决 对啊 那所以后来刚才说 他们敞摊嘛 成功嘛 就被抓嘛 他说被抓那个船长说 日本人对我多坏啊 家伙 我说怎么坏啊 他说第一个 被抓了给我们吃饭 没有sashimi 只有两个不晓得 什么饭团呢 我最爱吃生鱼片 第二个他说 当时看到电视新闻 很多日本的右翼分子 出来嘛 就出来说 我们要抓他 而且要把他倉毙 他说听到用倉毙两个字 那个电视新闻上面 也有写说 整个 所以现在在这种困 情况下的确蛮困难的 坦白讲 东京也困难 那个日本也困难 中国也是 第三个疑问 就是说 日本人这次放人 放得比较快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他是说是那个压力 是有用 国际上的压力 他们是没想到 因为其实好像许多 几年前啊 几年前香港已经 又有人登岛了 后来又被关进去 完全走了程序 要把他们关了几天 再上法院 判了刑 不执行 把你驱赶出去 这一次不是 现在日本首相要求见 那个胡锦涛 求见 就是要直接讨论这个事情 因为你知道日本 你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来讲 他现在头头碰头黑 他三个领土争论 独岛 韩国 总统跑去 所以他们现在两国 几乎等于像 像断交一样 性退回去 几乎进入了交战状态 俄罗斯还要好 军舰开到那个北方四岛 那个地方 在那里 妖无养威 老毛子 那不是一般人 俄罗斯多忙 所以三个地方 他唯一一个 他比较现在占助优势的是一个钓鱼 就是他们叫千隔军岛 但中国这个事情啊 就是真的是为了中国人千秋万代 就是不能让 事情可以拖 但是不能让 可是要叫我说 这个领土问题啊 你也真是有时候没法说 一个钓鱼岛 凝聚了这么多的曝光 可是呢 你比如说 就按照这个李敖的说法 是吧 当年这个领土最大的时候是清朝 你说那个时候人们还反清复明呢 是吧 实际中国领土最大的时候是清朝 而且呢 照他的说法 这个蒋介石政府丢掉了外蒙古 那外蒙古相当于多少倍的这个钓鱼岛了 到毛泽东的时候 实际再想要 要不回来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都说共产党丢了 其实不是 是蒋介石那个时候 当然你要从 你要从领土角度来讲 最占清朝便宜的 四头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咱们苏 修订阅 感谢观看 大家